你的名字秀出來 對,你的名字秀出來 開心,攝影大哥大姐說他開心 要謝謝攝影大哥大姐們 對得劇本獎這麼熱情 來,我們幫導演拿一下講座 然後把麥克風交給劉國瑞 劉國瑞,你這部能言善道 剛剛在台上當調了 你真的沒有想到 你會得最佳原作劇本獎? 真的沒有 我敢講 我可能有想過最佳新導演 但是我完全沒有想過最佳原創劇本 因為我有follow大家觀後感 然後大家批評最多的就是劇本 好誠實的劇 好誠實的編劇 國瑞,你跟他簡單的介紹一下 白日青春這個片子好不好 因為這個片子在台灣還沒有上映 我們給你一點時間來打下片子 白日青春就是一個講述香港兩代的難民相遇的故事 就是一個是60歲的計程車司機 就是黃秋生大哥飾演的陳白日 還有一個巴基斯坦難民小孩 然後叫莫青春 那本名叫哈山 然後他們因為了一些紀元巧合 然後遇到了一起 進行了一場一個晚上的公路逃亡之旅 其實你好謙虛 因為評審勝在你的這個劇本 其實是一個架構非常清晰 而且觀照非常全面的這個作品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